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特殊房子要怎麼買 最近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是不是哥這一房子可不可以買 我真的覺得這一房子都是畫素賣掉 要經過畫素才賣得掉 比如說海沙烏 我經常去錄影 錄影也要錄一個跟海鯊屋有關的 因為來賓有一個人他叫海鯊屋 他正在苦惱中 但你要想這種爛房子你怎麼會買 有人在買這個呢 我們沒有講投資客 我們講一般的自助客 就有網友問我 還寄照片給我 因為他去現場看的房子寄給我 說這個房子可不可以買 屋主說這個房子是長這樣我們現況教屋 然後看起來有點恐怖 蠻恐怖的 可以買嗎 他怎麼賣 黑心的是這樣賣法 黑心的會用天花板全部做起來 黑心的 用天花板全部釘起來 然後噴漆你就看不到 然後稍微沒這麼黑心的就是 稍微沒這麼黑心的 就是一樣 他就是用那個劈圖啊 劈一遍然後再噴漆 你也看不到 然後有一種超級黑心的 是保留現狀 然後明明明跟你講 這個就是房子 就是海沙屋 但是我便宜你50萬 你就心動 大概就這三種賣法 但是呢 因為你講到便宜50萬這個事情 其實便宜不會太多 賣方在賣海沙屋的時候 我看到是這樣 就是不會便宜很多 那會讓你覺得 喔我真的是有便宜買到這個房子 那屋主也實在老實說 這是海沙屋啊 搞嗎 但我真的是奉勸你喔 只要是到海沙 就不要買 有些屋主會暗示說 這個房子老了啦 所以我就便宜賣了 因為想我們都沒有在住啊 然後賣你3000萬就好了 真的 我們不貪的 3000萬賣你就好了 真的是這樣子講 然後你就買了 因為你查實在說 喔我附近是5000萬 這個房子才3000萬 我好像可以賺2000萬 殊不知 糊了 所以買海沙屋的下場 只有都更而已 我們都知道都更很辛苦 所以拜託不要碰這種 再便宜也不要碰 那這個房子會怎麼賣 漏水屋 這個房子已經明顯漏水 有一些 十位哥說過的八不推 只要是漏水過的 他就是生生世世 都會漏水 很殘忍對不對 漏水很難修 除非是那個管子漏 否則外牆漏 生生世世都會漏水 你家永遠就變成避癌屋 這個房子是全新的房子 剛交屋 然後一個大雨 就漏成這個樣子 然後目前建商還在打針 漏著亂七八糟 所以漏水屋就不要買 那當然是說 下過雨後去看房子會比較保險一點 或者是說 你手要 建一點 看到了牆壁就去摳它 這樣子摳 如果是摳一摳手 這一堆白白的粉掉下來 你就知道 那個房子有壁癌 或者是說 牆壁是全新的 白色的油漆 但是不是很平整 有點疙瘩 那也代表它可能是壁癌 可是沒有處理過 手電筒拿起來 這樣子斜線往下漲 就可以看到牆壁有波浪 那就表示這個房子 有壁癌 或是沒有修好 或是它的表面 做得很糟糕 那 不要買 那你說 它的那個 不論壇說明書寫沒有漏水 可是它後來騙我 其實烏冠喔 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了 不論壇說明書 不只是一個預備狀而已 懂嗎 因為房仲也不會認真的去看 認真的去算這個房子 然後不論壇說明書 跟你寫清楚說 打溝這裡有漏水 沒有 房仲沒這麼勤勞的 所以你還是要看現場 會漏水的房子 現況就一定有漏水的痕跡 不論這是你 沒有爬到天花板去看 所以打開天花板很重要 所以漏水王真的不要買喔 後患無窮喔 樓上漏水 你家沒漏 可是你家會不會漏 一定漏喔 隔壁到漏水 你家會不會漏 一定漏喔 一定漏喔 這沒有在賭人品 這是一定會漏的喔 這種房子呢 地上全 這個是金站 最近有個網友才問我說 我覺得很荒謬 史貝哥 我最近我們家才買了一個 地上全的房子 還有27年 可是我覺得越小越不對啊 這個房子住下去 是不是越來越不值錢啊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它賣掉 你才剛買 你覺得不對勁來問我 你不覺得很奇怪 那你為什麼當初要買 我不明白 那你是買來投資 你是被騙喔 因為呢 仲介對於地上全這個事情 會跟你講說 哎呀 這房子雖然比較便宜 你現在就可以買得下去啊 比如說你看 這個是大同區 台北車站正前方 一坪40萬 套房10坪好了 我這邊抓 四百萬 你可以住得起這個房子 你要幫忙 對於有些 小吃主就覺得 哇 四百萬住台北車站正前方 我覺得很心動啊 那地上全 啊 賭一把 因為他可能只有40年 40年結束之後 我相信他不會把我搬走 之類的 可是我真的奉勸你 地上全只是比市價便宜一些 等於七折八折左右而已 時間到了 就沒有了 台灣沒有99年的地上全沒有 應該沒有99年 99年 如果有推出99年的話 他比市價便宜的話 那搞不好可以買 但是呢 你只有房子 沒有土地 如果是都市的話 那都市還是要有土地 比較划算 比較保險 所以遇到都市內的地上全 除非你是來當投資報酬利用的 不然我真的是奉勸你 不要碰 很麻煩 很麻煩 尤其是你越住 越不值錢 不值錢呢 到時候人家沒有給你買 就很麻煩 還有這個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當然是鬼月的時間 可是今年的鬼月 真的比較平淡 因為大家都不去看房子 因為剛好是COVID-19 所以反正出去 有可能會中獎 那就不要看房子 所以鬼月比較平淡 但是呢 遇到像這樣的兇社區兇宅 上禮拜好像就講對不對 就是他會告訴你 投資報酬率非常好 買這個房子不是自己住的 租給別人就好了 租給笨蛋 笨蛋就可以租你這個房子 賺很多錢 你就可以這樣子 很便宜的價格 買到很好的投資報酬率 就是用這套房子去洗腦 但是我覺得 應得要記一下 你不要買一個兇仔 然後租給 不知情的地賽人 然後他整天被阿飄 被鬼壓 運氣很不好 因為他運氣不好 你的運氣就不好 好 不要做缺德的事情 好懂嗎 除非你要買兇仔自己住 否則不要買下來 當作投資報酬率 千萬不要 不然你就是跟他一樣的壞 那這個怎麼辦呢 冷宮 不是 這是 這個現在很值錢 故宮 如果你買到這間故宮的話 也是很值錢 當然是延禧工略裡面的一個場景 冷宮叫做陰濕的狠 什麼陰濕的狠 也就是說朝北房 朝北房好不好 怎麼賣呢 他就把燈打開就是朝北房 就亮啦 亮然後你就買 因為在台北 夏天的時間 朝北房是可以賣得動的 因為 只要是景觀開闊就好 可是到了冬天呢 你要知道 沒有陽光 風竟然是濕 是冷的 那在宜蘭呢 朝東北也是冷宮 東北激風吹進來一下 就非常的潮濕 所以 看房子的時候 指南針自己帶著 你不要看那個 翻那個博物館說明書 上面有東南西北 不要相信那個 你自己的指南針 拿起來對一下 才是真的 好嗎 那當然有冷宮 就有西塞屋 西塞屋要怎麼賣呢 我講過了 開冷氣賣 不然就是說 晚上才帶看 因為對房仲來講 你說 這個房仲歸 我想要看這個房子 可是這房子 好不好呢 白天可以看嗎 他會跟你講什麼 屋主白天不在家 我幫你去拿鑰匙 晚上七點後 可以看房子 不是六點 是七點 因為六點房子還是很熱 七點呢 涼快很多 所以西塞屋呢 在一個 不是黑心叫做 銷售的技巧 就會用開冷氣 或者是 晚上再買房子 然後等到你住進去 你會發現 熱得要命 你的電費 不得了 然後還有一個房子 是這種 市場內的房子 菜市場很方便 樓上也是可以 樓上也是可以住的 那市場內的房子 要怎麼賣呢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是市場 你怎麼會知道 如果你對這個地方不熟 然後你剛才講 你剛才約時間 通常啊 房仲就會很技巧的 跟你週一 因為很多地方 禮拜一是市場 是沒有開的 所以市場 禮拜一沒有開市呢 它還是很乾乾淨淨 還是一條馬路 而且沒有攤販 禮拜一 對不對 你知道嗎 禮拜一沒有賣菜賣肉的 如果有 也是昨天賣剩下 然後今天勉強賣 禮拜一是沒有市場的 知道嗎 所以他如果賣市場內的房子 一定是 禮拜一說 今天禮拜一屋主有在家 就是你們今天看的昨天 屋主有在家 你今天來看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很難得 而且比較便宜 市價一千 他只賣八百 因為屋主欠錢 他說 他現在欠錢 趕快八百賣一賣 你聽到會不會比較心動 會 然後禮拜二開始 你有家貴不得 或是說市場可能會成為足跡之一 小心喔 所以你這時候看什麼 這個棚子 重止是禮拜一還是會收起來 他是不會打開 他會收起來 所以只要是沿街有這種棚子 有沒有 捲捲捲捲在一樓的屋簷旁邊 那就是傳統市場 因為傳統市場很乾淨嘛 是 現在傳統市場因為消毒關係很乾淨 可是畢竟他是傳統市場 蟑螂跟老鼠在你消毒的時候會離開 等你消毒完你菜放回去的時候 蟑螂跟老鼠又回來 最新影片都在好繁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快樂 是 感谢观看